外国人到底有多想死 这个疯男人竟然不做任何保护措施 徒手攀岩世界第一疯 外国人在做死的方面 总是能整出花火 可震撼远不止如此 这一切做死的操作不为别的 只为征服大自然 登山全程刺激 看到腿软 眼前这座高峰 是世界上最难攀爬的山峰 托瑞埃格峰 全程1700里 马克竟不带任何保护措施 徒手攀登高峰 这无疑是把死神按在地上摩擦 一旦有个闪失 那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马克日常的练习 也是惊悚到没朋友 可以瞬间要了别人命的徒手无神攀岩 对马克来讲就是小孩子过家家 垂直于地面90度的光滑峭壁 他并无事先踩点预演直接开爬 从无名小卒到世界攀岩大师 他用了17年 没有专业的训练 一切的一切都只是野路 俗话说乱拳打死老师傅 说的就是马克 他的存在就是攀岩界的天花板 挑战大自然的威严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做不到的 徒手无神攀岩 攀岩是世界十大极限运动中 致死率排名第一的运动 敢于不做任何保护措施攀岩的 全世界不超过十个 可见这项运动的危险性 马克轻轻松松已经到了约会的地点 百米之下的女朋友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这个女人也是一个狠人 毕竟是世界攀岩大师身边的女人 无手无神攀岩人家也是轻松拿捏 你就瞅瞅着专业的手法 你和你对象晚上在床上聊的都是八卦 人家晚上在床上 肯定聊的是 怎样征服山河湖海的攀岩技巧 两人也因徒手攀岩结石 成为了彼此最好的攀岩搭档 但是马克却始终安分不下来 他又开始挑战徒手无神攀岩 一旦决定无保护去徒手攀岩 就意味着马克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 徒手攀岩被称为是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因为冰溜子本身是薄翠 攀岩所用的锤子一个不小心 扎下去冰裂了 那就只有一死 所以每一锤子下去都有运气的成分 这处处充满危险的隐患 马克并不在乎 他在乎的是极限攀岩带给自己的那种上瘾的快感 很多网友呵斥他不懂得尊重生命 在恶意践踏自己的生命 但恰恰相反马克很爱自己的女友 更热爱生活 不过攀岩是他的命 他爱攀岩超越了爱自己 最终他还是成功了 成功完成了这项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 感谢观看